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的专题是这个零件 看事先绘制出来的透视图 看起来简单,其实有点难度哦 要如何快速画出3D图档就要用点技巧了 那我们先来了解它们的外观以尺寸 我们来看右边,波斯图 这边小桃宽是16毫米,长是40毫米 这边高是50毫米,这边宽是65毫米 这边切口,这边深是7毫米,这边宽是12毫米 这边厚1.5毫米,这边厚1.5毫米,这边厚也是1.5毫米 这边宽是2毫米,眼角半径是15毫米 我们来看中间,波斯图,这边厚是5毫米 两边,眼角半径是2毫米,这边眼角半径是9毫米,这边距离是10毫米 这边眼角半径是15毫米,这边厚是1.5毫米 孔径5毫米,看上市图 这边距离是3毫米,这边距离是2毫米,这边距离是12毫米 我们来看正式图,这边高是18毫米,这边眼角半径是200毫米 那了解它们的外观的尺寸后,那怎么样画呢? 我们就一起来画画看,快速地把它们完成 我们就开始来动手吧 开新的档案,选择零件绘质,确定 选择上机准备,找图绘质 选择线,既有建构线,在这边画一条水平线往右,转垂直线向上,确定 选择线,在这边画一条水平线往左,转斜线向上,转水平线往右,确定 选择眼角工具,眼角半径是15毫米,选择端点,确定 选择,选择选择图圆,选择垂直线,确定 选择小炒工具,选择两点小炒,从这边画一小炒,确定 选择智慧性尺寸,这边观视16毫米 这边距离是40毫米 这边高是50毫米 这边观视65毫米 现在特征深藏填料,给天深度20毫米,确定 选择,选择这一面,草图绘制,图面转正 选择矩形工具,选择中心矩形,在这边画一矩形,确定 选择智慧性尺寸,这边距离是7毫米 这边宽视12毫米 选择特征深藏塗料,给天深度,成型抹面,平移除 距离1.5毫米,选择面,切顶 选择这一面,草图绘制,图面转正 选择线,几个建构线,在这边画一条垂直线向上,切顶 选择三点盐,左边这边画一个盐虎,切顶 选择炎虎,以垂直线端点,从而供点,选择炎虎端点,相互对称 选择智慧性尺寸,圆角半线是200毫米 这边高是18毫米 选择这一面,参考图圆 选择特征,深藏除料,给天深度,完全贯穿 选择这里,切顶 选择右基础面,草图绘制,图面转正 选择线,集合建构线,在这边画一条垂直线 切顶 选择线,在这边画一条斜线向下 转切线,转水平线向右,垂直线向上 水平线向左,垂直线向下,为圆点,切顶 选择智慧性尺寸,这边高是5毫米 这边距离是10毫米 这边距离是10毫米 选择眼角工具,眼角半径是5毫米 选择边线,切顶 选择眼角工具,眼角半径是2毫米 选择边线,切顶 选择薄壳特征,厚度1.5毫米 选择这一面,切顶 选择这一面,炒头绘制,图面转转 选择炒头衣,参考图颜 图面改为透明 选择线,在这边画一条水平线往右 切顶,选择线,在这边画一条垂直线往上 切顶,选择线,改为结合建构线 选择矩形工具,选择对焦矩形,在这边画一条矩形 切顶,选择近色,选择近色图颜,近色垂直线 选择这两条线,共线对齐 选择自卫形尺寸,这边距离是2毫米 选择修紧工具,修紧不要的图颜 切顶 选择特征,深长填料,改定深度,呈现本体 轮廓这里这里这里 切顶 选择上机准备炒头绘制,图面转账 选择线,在这边画一条水平线往右 切顶,选择三点盐,这边画一个盐虎 切顶,选择智慧型尺寸,这边距离 改为最小距离,3毫米 选择偏移图颜,距离2毫米,选择图颜,切顶 选择偏移图颜,距离12毫米,选择图颜,缓转,切顶 选择偏移图颜,距离12毫米,选择图颜,缓转,切顶 选择特征,深长塗料,给电深度,完全贯穿 轮廓,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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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顶 选择检式,将图形改为不透明 选择这一面,草图绘制,图面转账 选择检式,将图形改为透明 选择线,在这边,画一条垂直线往下,切顶 选择线,改为集合进购线 选择盐,这边,终点,画一个盐,切顶 选择智慧型尺寸,孔径是5毫米 选择特征,深长塗料,给电深度1.5毫米,切顶 这样,这整个图形就完成了 选择检式,将图形改为不透明 再来,我们给它上个颜色 选择,钻红色,切顶 这样,这整个图形就完成了 最后,我们来检查尺寸 这边距离是40毫米 这边高是50毫米,这边宽是65毫米 这边眼角15毫米,宽是16毫米 这边高是18毫米,圆弧半径是200毫米 这边夹角45度,圆角9毫米,距离是10毫米 厚是5毫米 这边,圆角半径是5毫米 这边,圆角半径是2毫米 孔径是5毫米 厚是1.5毫米 这整个尺寸是正确的 这个零件结构有些复杂 绘图吸用点技巧 才能快速完成图形绘制 动手前相关尺寸要研究清楚 才不会出错 选择凝针图像 看起来比较漂亮特别 好,OK,我们今天3D绘图的视频说完就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观赏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记得按下小铃铛并订阅哦 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 tril jetzt进去 1公里 2公里 2小铃铛 2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